2月份底,我們了解到三星發布了新的S20系列旗艦產品 其中最頂級的S20O轉是一款長焦 可實現100倍數碼變焦和10倍光學變焦的手機 這讓手機界攝影領域又再次進行了突破 回顧一下,在去年華為P30 Pro是華為第一款使用潛望式鏡頭智能手機 該手機可實現遠攝5倍光學變焦 並可進行50倍數碼變焦 但現在這一成績完全被三星突破 三星推出的S20O就有4顆後置鏡頭 包括10800像素主鏡頭加1200超廣角 加4800萬像素長久鏡頭和TLF鏡頭 這顆4800萬像素長久鏡頭為它主要帶來了100倍變焦功效 並且超越了華為P30 Pro的50倍變焦 在本月3月26日,華為已經為下代產品華為P40系列發布做好的準備 其中更高端的P40 Pro仍然是一款擁有更強攝影能力的產品 與三星相比,它也將推出配備100倍變焦功能 同為10倍光學變焦鏡頭 但相信華為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並且華為在之前就有了這方面的經驗積累 回到華為P40 Pro身上 以之前的洩漏了解到 P40 Pro是一款可提供後置5攝的手機 根據洩漏,它們的後置5攝具體是主鏡頭5200萬像素 配備定製的AMX700傳感器 尺寸為1.28分之1英寸 像素單位為1.22mm 該傳感器將採用RYVP彩色綠光片 這將有助於其將更多的光線傳遞到主傳感器上 從而在弱光情況下也能獲得更清晰明亮的圖像 超廣角鏡頭為一顆萊卡4000萬像素的電力鏡頭 擁有AMX650傳感器,尺寸為1.5分之1英寸 長焦潛望式鏡頭則是一個可提供10倍光學變焦 100倍數碼變焦的鏡頭 就像是華為不同往常一樣 其為了實現長焦最大距離拍攝畫質提升 並且該鏡頭還為內部使用了雙冷鏡設計 這將有效的焦距範圍變得更長 當然了,當前P30 Pro前望式鏡頭內只有一個冷鏡 以上的三顆鏡頭為華為P40 Pro 5攝中最主要輸出的三顆鏡頭 當然,另外兩顆鏡頭還包括一顆運用3倍變焦的鏡頭 以及一顆TLF景深鏡頭 關於華為P40系列的外觀設計 現在基本確定,它們都會採用具有AMOLED挖孔屏幕 從設計角度來看,華為P40和P40 Pro的正面屏幕 差異體現在Pro版為瀑布屏,而標準版為平面屏 背面則兩款手機均採用相同的弧形邊緣玻璃設計 區分它們既是後置五色和三色的不同 配色上,華為P40與P40 Pro都將會提供 具有黑色、C紅金、銀冰霜、深海藍和冰川北顏色選擇 而華為P40 Pro作為更高端 它甚至還會提供陶瓷版,包括黑色和白色可選 另外還有洩露指出,據說華為今年還會推出紅旗定製版 這是華為首次與紅旗汽車合作 該手機的背面有經過定製 具有黑色皮質和紅色印刷的龍形形狀 在左下角則印有文字上標 其這與之前華為寶石節版設計相似 並且這款華為紅旗版定製手機 還可能會採用新的主題UI和圖標包進行重新設計改動 最後關於發布時間 華為已經確定該公司將舉行卸上P40系列全球發布會 將於3月26日發布 並且產品發布預熱海報還以翻譯視覺攝影為主題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